欢迎收看八字日主测运程 今集身边还有唐忠信师傅 教大家利用八字日主 去测运运程 至于日主 就是我们日柱的天罡 天罡有十个甲月丙丁无计更生淫贵 而且要记得 一定要分清楚你的新黄和新药 如果你是特别格局的话 尊王格可以当是新药体 如果你是重格的话 可以当是新旺看 好, 师傅 今集就会和大家说 就是丁日主新旺的朋友 工作运会如何呢 丁火, 即是新旺 就是火很多新旺 而丁火就是要摆不定的火 所以在工作上要很多要留意 因为本身榴梿就是天一半滴一半 我们说了 对新旺的丁火而言 榴梿的天干就是忌神 地支就是喜神 就是一个被盖头, 一个被折脚 要看八个字里面 会不会是相食重 如果相食重的话 那就打架了 我们叫喜忌相憎 相食重就是喜神打赢 喜神打赢 当然是好 但也要先苦后甜 工作的朋友要留意 但如果八字那么重 本身就已经不好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虚神夺食 既神性 一切的籌谋 你怎么计划 都会胎死腹中 正常不是很严重 可能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始终 人都会有浮沉的时候 但我们要留意 受估的朋友 一样就要找一些谷 而这个丁火找到什么谷 最不喜欢的 一定是找到一个叫做偏引谷 偏引谷就是我们看到了 就是害卯味 这个偏引 说明偏, 是不是 它就会容易令到这个丁火 本身都摇摆 就会想起一边 想起一边 包括它要强出头 千万不能 一强出头 或者要想表现 看一些新的方案 或者一些开拓的方向 或者去哪个地方开分店等等 反而这些都是不行的 或者再大一点就是 我们叫做招兵买马 或者整班人去鼓动我们离职等等 这些大动作 千万不能做 一做就… 就是坏东西 不要理好东西 坏东西都不行 坏东西就更坏了 坏东西就更坏了 坏到就是 你做的所有坏东西都被人知道 因为这个偏引代表 极端之不好的一些名语 你做什么都被人知道 令到名语便会掃地 就是被人掃地出门 刁官讲者是特不尚失 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后遗症非常大 不过大家记住 我们这个节目 主要集中地都在说 如果你的八字出现 有合冲型这些特别的情况 就会出现刚才说的 极端的严重例子 或者极端的好 不过如果你是没有 这些合冲型的情况 其实代表你的阳年起落 其实就不会说很大 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 是 好了 工作运就是这样 财运方面 做生意的朋友又如何 做生意我经常都说 就是赚钱第一位 是吧 就是发财的立品 然后营造这个商与 那流年这个丁火 就很怕就是这个 见到这个比局 比局就是占美 大家看到了 一样是八字见齐 八字五去榴莲尾 还是八字只有一个字 或者五 去大运又有字或者五 总之就是 配合这三个字 那就成局 一定要三个字齐才成 这个局没有办 这个比局 做生意的人最不喜欢 因为比局就是破财 而且它不是慢慢破 它突然之间一大笔破 这个破在做生意来说 就是你譬如有个新产品 推出市场 就全军尽抹 是吧 完全不受欢迎 就是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就是这个 不要推出 也不适宜去做一些决定 我现在由现在开始做一些长远的计划 因为长远的计划 说明长远是一个开头 就不要是开头 流年不利 无论你开拓生产品 新市场、开分店 都是得不常失 你的投资会尽富东流 只可以计划 不要投入生产去实行 你计划嘛 计划无所谓 计划无所谓 甚至花钱也行 那你花钱吧 小得其所 就比当时流年虧了 所以如果你说短线 我今年之内推出来 就要立刻封衡那些 那一定是尽地一煲 煲熟给别人 所以就要注意 那你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字五味的焗 如果不是焗 即是见其中两个字 影响有多大呢 由焗就有半焗 因为字五味没有半焗 五和味 如果没有了一个字 这个字的话 就是一个叫六合 六合和焗相差很远很远 不可同日而愿 虽然也是不好 但那种不好 减轻很多 不需要太担心 即是说合的情况 也要注意 也要注意 很容易忽视合这个情况 我想除了遇到这些大局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偏财方面又越好 偏财 我只是提醒观众一句 就设计借钱炒卖 必然债台高俗 可能还很久很久 都还不完 是 总之… 自己决定了 还是不要赌 是否这么说 也不是少赌 这一年也是不少赌 是的 因为灯火比较摇摆 容易受人影响 不是那么好 好 因缘运方面 既然事业和财运都一样 因缘会稍微好一点 离姻缘就是男子 是 我们先说男子 例如大运榴莲 大家看到的 丁治日柱 跟大运榴莲 这一年成至五味角 这个至五味焗 就是比焗 就是黑妻 一比黑材 正材、偏材都黑 而比更黑 因为偏升的力量 比较大 偏升成焗的杀伤力 大 所以我们用黑妻仇苦来形容 当然了 可以很不适合 吵架 老婆回外家 不理睬你 好了 你就要再看看 这个焗 还会不会成这个 我们经常介绍 会不会有三型 因为榴莲是微 会不会有衰臭 是吧 我们看到那边有衰臭 见味 有成焗 一样也不好 两样见齊 当然更差 对吧 对吧 更差 就是我们的差 最差就是生理死别 而且那个… 死别没得说 生理也有 有些比较慢 有些是不开心得很厉害的 对吧 将会是不开心得很厉害的 或者是反目成仇 由夫妻去变反目成仇 如墨露也不喜欢 反目成仇就很严重 所以大家要看看 会不会两样都齊 就是三型见到 那边有变丑味 这个 比焗也是见到 像五味 这就相当不美 如果字在那位配合中 会不会特别严重呢 当然, 既然陆春也有 他们的位置 那些不好的焗 直接就在那天之形成 当然更差 可能男生特別差 女生是否好一點?比較客氣 我們不可以說女生好一點 不過比較衰一點 這個衰一點也要男生和女生比較 但也不算太好 不過沒有男生那麼突出、那麼典型 結婚、拍拖的情況都是如此 未拍拖的朋友又如何? 未拍拖,首先因為叮火比較旺 旺火悶燒,比較難服侍這種性格 比較有挑剔 加上留戀不利,多數是姻緣不就 還是休息好一點,不要硬 好,除了姻緣之外 錄親方面,父母、準備 有甚麼特別要注意? 父母和長輩,意思是和父母同輩 即是叔叔、伯父,或者爺爺 外祖父母等等 這些都是納入我們看的月儲為主 對嗎? 對,比局成於月儲,我們看到字五味 其中一個字是月儲 黑腐為主 黑腐,不一定會死,是病 媽媽也擔心父母也要你照顧 也疲於品名,要留心一點 好,子女方面 子女方面會不會有黑形的情況? 如果是成因局在時資,即是海貓尾 女名是黑仔 沒有兒子黑女 因為有些人會問 你黑仔,沒有兒子怎麼辦? 有女兒就黑女 可能子女也沒有,是嗎? 子女也沒有,就不能黑仔女 就黑自己 女生就比較差 因為女生有苦科,要留意 即使在時資也好 如果沒有子女就黑自己 會,有些沒有,是嗎? 好,說到這件事 就是有機會黑仔女或者黑自己 但如果我想生小孩,可以嗎? 更加不宜了 你不適合生小孩這麼不適合去焗 印局黑兒女,我猜很難游 可能你會浪費錢 因為現在有很多新科技,醫學昌明 但你會浪費錢而不成功 我想最好…不如自己養一養 調養一下,找其他年份適合一點 再考慮,這樣會比較好 我想最後,健康方面又如何? 自己的健康 主要成因局 特別是印局 再提醒觀眾,就是害貌味 這個害貌味,這個印局 我們非常不喜歡 重病,簡直是要做手術 能夠提醒,做準備 只可以叫你提早檢查身體 一早點就病向前中醫 你有沒有容易出現什麼類型病? 因為燈火,燈火是燒 我們經常形容電子牙餐 燒,但沒有水,在燒 所以乾火、乾腎 先天就會損傷 又亂喝,又亂飲食的話 例如後天又不行,全部冷都不行 所以特別要留意春節期間 和秋天,秋天即是七八九月的身體狀況 要特別注意 如果燈火日主的朋友對今集都不太記得 不妨可以上到我們道通天地的網站 www.taoist.tv重溫 好,這集的八字日主七運程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會跟大家介紹 丁日主新約的朋友在陽年的運程 記得留意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